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把甲核素放入出版甲醇的农季中 经过二十四小时 它会经过一些化学反应 吸收其中的甲醇 然后再把甲核素摆入农业中 但加上浓入其中 然后除此之后 我们还做了一些 茶叶 橙皮 我现在冰箱西味剂 咖啡 未来比较 哪一种的吸附能力最好 用光浮移器 帮我们找出甲醇的浓度 我们将这些样本 放入这里 经过一年串实验之后 我们发现甲核素 能够有效吸收甲醇 感谢观众